今天下午是到雪莉署 他們專門負責河川整治的公務人員 他們現在新進人員 也是等於說要開始踏入公部門的行列的人 然後就固定每年都要幫他們去上課 那上樂我今天就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說各位都是以後在河川上面的 主要的工作人員 他們都是在河川局 第幾河川局 什麼工程師 公務人員的那一部分 我就問他們就是說 因為最近常常在跟大家分區又互動的時候 他們就常常覺得有點受傷 就覺得好像我明明我只是一個公務人員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我是工程師 我就一定會做壞事這樣子 那你覺得說好像甚至來講像昨天 昨天晚上其實是在台中也是一樣 晚上是有一個NGO的一個座談 有一位叫張峰年張醫師 他是長期都很關心水的議題 然後他就也在那邊做分享 那我就不過去聽 那就聽到NGO就是在喊水利的人員 做出很多對環系很不好的事情 那談到後面來講的話 甚至他們就說 我都不曉得這些水利的 這些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 為什麼好像對水一點感情都沒有 那所以我在訓練下我就問他們就說 你們家裡面是家裡有做農的 大概今天大概都是差不多四十個人左右 有做農的群聚首大概有三個人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是你做農還是你家裡做農 他說家裡做農 他們本來就 那我就說那其中有一位 十歲以後就沒有再去碰過農作 那有一位是到大學 那有一位是他現在才開始接觸農作 原因是因為他太太家裡面是 就是娘家是 但是都是果樹 那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其實他們腳踏在那個土壤上面 都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我就順著我就問了一個更尖銳的事情 比如說各位都是河川局的公務人員 你們也都有自己管轄範圍內的河川 請問一下你們有做過農的群聚首 只有這兩位 兩位 然後我就問其中一位 我說你做哪一條溪 結果這位朋友就站起來他說 我是你的學弟 那我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我是花蓮人 所以他講的是秀不軟性 我說嗯 好 花蓮人不錯 你們還有戲劉可以去做 這真是一件好事 然後另外一個來講話呢 他也站起來 我說你該不會也是花蓮人 他說不是我排兜 所以我聽了我記得就是我回頭 我就跟他們談就說 其實你作為河川的一個以後的管理人員 但是你對河川竟然是這麼的陌生 所以我在談那個講到步道探索 包括河川探索 我會覺得我後來我慢慢就有深刻的體會到 就是說我們的從小到大的教育 對於環境上面的關心 竟然是如此的薄弱 跟如此的不重視 那我想這也是導致現在造成有很多的衝突 跟很多價值觀認知上面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也包括像是去年 就也是跟千里鋪道 就是我們在北四溪 我們也在做鋪道的一個觀察調查 然後也看著千里鋪道 在做很多的手作鋪道的 其實在那裡走來走去 我就慢慢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台灣真的不太缺專業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欠缺的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很腳踏實地的 真正很關心自己環境 尤其是真正對環境有影響力的 這些公務人員或者一些工程師 那這件事情來講的話也讓我想起來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也有很多念所謂環境工程的人 那只好他念環境工程的人 我所認知到 那個一上課以後他就開始告訴你環境的不好 因為他的上課的過程是告訴你空屋 水屋對不對 現在還在PM2.5 他們的訓練來講就是環境 環境不好的那一面我要去怎麼樣去改善它 但是很多人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根本就沒有感受到台灣好的那一面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其實真的是要需要很大量的去推廣 而且我覺得論理不是太重要 我覺得現在其實有更多那種體驗 所以後來我就也是慢慢就有習慣就是 剛開始跟工部門有一些互動的時候 有一些人就他會打從心裡面對環境就是 就不是很友善 他不友善來講的話是因為他接觸的不是環境 他接觸都是人 而這些人對他不友善 那但是這些人是幫環境講話 所以他感覺上就把他寄出在環境上面 但是後來有時候我們在產生一些衝突爭議的時候 我常常就會提說那我們去會談 去現談 到現場去看的時候其實反而都變得很好溝通 我舉個例子說像有一些在做穿穿的時候 他們就說要做那個很堅固的提法 我就說你不要這樣子做 但是在辦公室裡面討論來討論去 然後在那邊一條線這樣畫 突然在那邊爭論老半天 然後到了現場去 然後就看到那個就是河的旁邊 就是整片的那個冰溪的一些樹林 比如說你的這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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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提防做完以後 這些樹林全部都不見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在辦公室裡面來講的話呢 我沒有看到這些樹 我無感 砍到這些樹來講的話就只是 一筆畫而已 但是到了現場去 就好像我們 這樣講有點怪 但是就很現實 就是我們吃的這些肉啊等等 對不對 都是人家殺好的 對不對 但是真的叫你拿刀去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對不對 所以到了現場去 我說好啦 這件樹你自己看著辦 對不對 他那一筆他真的畫得下去嗎 未必 所以我後來我也覺得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這種探索跟體驗 其實真正要落實就是落實在一般的這種人的身上 我覺得可能是更值得我們後續去推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說千里步道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在談就是說 當然這個步道我就是作為步道 對不對 這步道來講的話到底在環境上面是怎麼樣 如果沒有步道你就沒有辦法去親近這些大自然 那你沒有辦法親近大自然 你怎麼去說我可以去對它友善 或我可以對家有一些經營關係 對不對 那相對來講 如果你的一個步道 是像我們現在看到濃露的這種形式 本身這條路就是粗暴的 你要怎麼告訴人家 走在一個粗暴上面的路而能夠對環境是友善 所以我慢慢也是藉由這一次也是一起去北施西體驗 我覺得說這真的是一個動手去做這個手作步道 然後同時去走一個真正對環境友善的步道 從裡面的啟發它應該是多元的 而不是只是我要學一個什麼記憶 或者是我要學到什麼樣的觀察 所以我想說接下來的課來講話 我想就要 因為也是藉由這樣子 所以 雖然簡報跟上次來講話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部分來講話 我可能就會做多一點的一個說明 我想還是要從這邊開始 因為大家一下子想到生態的時候 大家就只想到就是我要認識什麼 蟲魚挖蛇歸鳥獸啊動物植物啊青蹄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來講話其實這個叫做生物 我認識的是生物 我是不是應該在什麼地方可能比較不會想到 這樣都可以嗎 好 那 那 生物跟生態是有差異的 生態是什麼 生態重點比較不放在生物 生態重點比較放在環境 或生物所依存的環境 那更進一步來講話是 生態來講話它是比較談是 我現在要做一些事情 我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而不是說我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所以這是一個要先做釐清的事情 所以以生態來講的話 它講的是環境跟生物結合在一起 他們彼此 生物跟生物之間的關係 還有生物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以人來說 我們不要講說 每次都講什麼動物植物啊那些東西 什麼叫人的生態 有沒有人想過這個事情 我們不要講生態講的老半天 結果人的生態忘記了 對不對 我們人也是生物不要忘記了對不對 那人這個生物生態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哪位要說說看 有 有人是學生物生態科系出來的嗎 都沒有 都沒有 那我就直接講 其實我們不太談生態這件事情 我們用另外一個名詞來談 叫做什麼叫做人際關係 所以生態來講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說生物際關係 人際關係要談是什麼 我知道你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這個對我們而言不是很重要 我跟我們有用的是 你跟我是什麼關係 而且這關係會隨著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角色扮演 會不斷的轉換 我在辦公室來講的話 我是一個同事 我跟你是同事關係 回到家裡面 我是個媽媽 同時也可能是人家的女兒 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它其實它會隨著不同的時空來講的話 會有所轉移 所以真正要談的是 當我一個事件發生進去的時候 你會連動產生什麼樣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來講的話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家庭的生活福祉 特別要講是家庭 這也是大家常常會談的事情 當生態跟經濟產生衝突的時候 什麼東西為優先對不對 環保議題跟經濟議題的時候 哇對不對 怎麼樣取捨 但是很有趣 很有趣 生態學因為是economy 經濟學是economy 哇我的天啊 這兩個字好像 對不對 不只說好像 其實重點是什麼 economy是eco的 這是學問的意思 economy就是eco的什麼 所以這不是巧合 所以剛好就是有 而是他們真正來自同樣的一個字 同樣的一個字 好 生態跟經濟請問一下 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其實剛才已經有講到 就是家 這是取自古希臘字 這是家的意思 所以在早期裡面來講 ho 家 所以早期裡面來講的話 生態學跟經濟學都叫做比較玩的科學 也就是說在200年前沒有人什麼叫生態學 沒有人講經濟學 只有一個叫做eco的學問 叫做怎麼樣增進我家庭的幸福快樂的科學 所以增加幸福的最小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 各位同意嗎 大家為什麼要那麼努力的辛苦工作 對不對 犧牲睡眠時間 為了家庭這種犧牲來講的話 基本上不能成為犧牲 或者是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你會為了你的小孩明天要考試 所以晚上做一頓宵夜給他吃 你不會為了鄰居的小孩明天要考試做一碗泡麵給他吃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謀求福祉的最小單位是家庭 所以就有一個 要讓我的家庭怎麼樣更加幸福快樂的這樣的學問 就開始產生出來 這叫做eco的學問 那我們再來看發生什麼事情 經濟學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家庭更加幸福快樂 很重要就是我要獲得資源 然後我要做有效的分配 過去臺灣都比較重視我怎麼樣獲取資源 對不對 但是後來發現獲取資源沒有效的分配 社會貧富不均分配不均 我們還是沒有幸福快樂 對不對 所以現在比較重視是分配 怎麼樣做有效率的分配 所以這東西就變成經濟學 另外一個是生態學 大家只要看這一句話就可以了 它是研究生物與生活 生物與環境間交互關係的一門學問 所以套到人裡面就研究人與人 還有人與社會環境間交互作用的一門學問 這就叫做人際關係 所以我要知道的是我做這些事情 我跟妳是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呢 其實又回到最前面講的 所以怎麼樣去增加一個家庭的幸福快樂 它會告訴你 我要獲得資源跟有效分配 所以生態資源等於經濟資源 這是畫上等號的 資源就是怎麼樣可以讓家人得到幸福快樂的東西 那叫做資源 那有幾樣東西 第一個是時間 時間對一個家人 家庭來講話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對不對 我們講這小孩子上學的時間 甚至他不同的成長過程對不對 時間 空間 你住的地方的大小跟配置 物質生活對不對 中午吃的晚上吃的 吃的穿的喝的對不對 這個等等之類的 十一柱形 對不對 能量 對不對 油煙燒炸 等等之類的 對不對 這個是很清楚 欸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多樣性 多樣性 多樣性也是個重要的資源 有沒有人 有聽過生物多樣性嗎 對不對 大家有聽過生物多樣性嗎 對不對 生物多樣性很重要對不對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多重要 我只知道很重要對不對 但是我實在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重要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放在這個地方代表什麼 它有非常核心的重要性 而且這種核心的重要性 是我們無法忽略的 而且我們會很容易感同身受的 這個是什麼 我們人類也是一樣 比較不講多樣性 我們用另外一個名詞來取代 叫做選擇權 你有多少的選擇權 你今天中午吃飯 晚上吃麵 宵夜來講的話 可以吃米蛋 這個 你有很多的選擇權 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資源 我不能跟你講 就是說好 這有些男生對不對 喜歡吃牛排 我說我親幾次台中牛排 好高興對不對 這叫私我才尊重排 有個條件 就是中午吃 晚上吃 宵夜吃 明天早上 還吃 對不對 明天中午端出來的話 我跟你講你一口都吃不下 為什麼 因為你的選擇權被剝剝掉 所以多樣性選擇權 這本來就是重要的資源 這五項事情就是資源 如果你可以想到第六項 恭喜你是下一屆諾貝爾獎的得主 好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從這裡面找到 除這五項以外 對你的家庭的幸福快樂 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有點怪怪的喔 因為其中有一下他告訴你 我們為什麼要去賺錢 有錢就可以買到這五項資源 對不對 同不同意 有錢就可以買到這五項資源了 這就變成經濟學嘛 所以這教訓你 大家努力賺錢 你有錢了 這個做不是問題 同不同意 時間可以買得到嗎 時間買不到 時間當然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我今天下午來講 在那個水櫃所上課 為了趕回來今天這場 我就要做高鐵 對不對 我有錢做高鐵 沒錢做台鐵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時間其實 某種程度也可以說是買得到 對不對 我要到美國去 你要坐船還是坐飛機 是不是 也很現實 錢可以買到時間 好 既然講到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好 就告訴大家怎麼樣去做 爭取這些資源 然後做有效的分配給我的家人 但是這樣的話 我的家庭又幸福快樂嗎 怪怪的 我拼命努力工作 疏忽了什麼 親子關係 疏忽了夫妻的關係 在公司來講的話 為了獲得這個長官的賞識對不對 勾心鬥角 請問一下會不會快樂 不會快樂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 除了這五項資源以外 還要對於你的家人 尤其是你關心的人 要維持良好的關係 你才會得到幸福快樂 這給大家同意吧 所以 心濟學跟生態學 它根本就是一個錢幣的兩面 它只告訴你就說 你要維持你的家庭的幸福快樂 這兩件事情都要堅固 而且它沒有哪一個是優先 它的原則是設立門檻值 家庭一個家庭的幸福快樂 取決於哪一個項目 大家知道嗎 哪一個是影響最重要的關鍵 影響最大的關鍵就是 現在你家庭裡面 讓你覺得最不幸福 讓你最頭痛的那個因子 就是你的關鍵 我們生態學稱為限制因子 比如說舉個例子 現在小朋友成績就是不好 全家都傷透腦筋 突然有一天它跟我們講說 爸爸我從現在開始要用功讀書 哇感動到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是不是 另外來講的話呢 家裡面可能有老人家 老人家這個到不小心摔倒了 哇這個需要人家照料 是不是 那你會放下所有的東西 然後去照顧老人家 對不對 所以呢 只要老人家恢復健康 那家裡面馬上就恢復到 原來的這種正常的運作模式 所以你的目標就是希望 老人家恢復健康 對不對 所以一個家庭的幸福快樂 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你最欠缺的那個元素 這也回到 我們等一下會談環境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觀察一個環境 這環境健不健康 這環境健不健康 取決於什麼 這整個環境裡面 這個環境所遭受到 最惡質或最惡劣的條件是什麼 它來決定這個環境健不健康 比如說 比如說像一條河川 這河川它到底健不健康 你不能跟我想說 其實你有看到魚在游 那你有看到旁邊有樹 整個畫面來講的話 都好像還不錯 只是讓水是發錯的 對不起 水發錯這件事情 就決定了 這整個環境未來的走向 在水池還沒有變乾淨之前 這個地方的環境 只會逐漸持續的惡化當中 它不會得到環境 好 所以 在整個環境的觀察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怎麼樣把問題找出來 而試圖的去改善它 而這個最惡劣條件的去除 不管是對於環境也很好 對你的家人來講的話 都是增加大家彼此之間 幸福快樂最根本的一個條件 對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歡迎大家隨時可以打斷我 因為我覺得說 互相的討論 可以這個 一支不但上的 其實人對大家的幫助 其實會更大 所以 我對一個物種了解 我會知道就是 同樣的一個物種 但是它在我們生態上面還是好 它可能會賦予不同的角色的扮演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可以說它是動物還是植物 對不對 但是它也可能它有優勢種的身分 它也可能它是什麼 稀有的 當然它可能也是特有的 它可能是大眾所關切的 它可能是個大術或老術 有另外一批人可能關心它等等之類 所以一樣的一個物種 它可能同時賦予多重的身分 而我們應該要從這多重身分去找到 就是說它目前來講的話呢 它有沒有在哪個地方來講的話 受到一些壓力 而你要把它的壓力找出來以後 你才有辦法去說 我去改善它或我去保護它 那我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讓大家就是說 對於一些動物的一些觀察 因為各位如果要到步道去探索 在講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是有一件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之前我是在自然科學博物館 台中的做研究工作 我是做那個青蛙跟蛇的 還有魚的 那有一天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team 一個team 比如說我做 那有人是做侮辱動物的 有人是做蝴蝶的 有人是做植物的等等之類 那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是 反正就是各自做各自的釣食 走同條路 結果呢 走完了以後 然後就有一個人就 比如說 欸 那個 有一個什麼地方 有一個好漂亮的南瓜 對不對 那沒人回頭說 有嗎 對不對 好 那有一個人就說 欸 那個在什麼地方來講的話 我有看到那個 一個 比如說一個 骨頭峰的那個草 有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很有趣喔 一群人也不過相差沒有幾公尺 走在同一個路上 沒人看到東西都不一樣 對不對 看鳥就往上看 看青蛙就往下看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講說 其實 那種大家不要太傻 就是說 啊 今天我是業餘的 我不是專業的 我難道能夠看出什麼東西來 不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來講的話就是說 這種觀察其實只是讓我們的世界打開 讓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更多 聽得到更多 你不一定要認識它 但是當你把你的各種感光打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同樣的一條路其實是很多彩多姿的 我常常覺得 現在大家走路喔 真的只是為了走路而走路 但事實上你錯過了很多很有趣的這種畫面也好 或者很有趣的一些事情正在發生當中 所以怎麼樣去做觀察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也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要看到一些東西 你如果特別想要看到一些東西 那當然你就要有好的一個方法 那大概有這些方法來講的話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乌乳動物最難觀察 除了人跟狗跟貓以外 對 所以剛剛那個曹正有講 那個拍照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講說不要拍人貓狗 對不對 因為拍人貓狗太容易了 是不是 你要就是要看到你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那總之來講的話 哺乳動物它是比較難的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哺乳動物來講的話 通常它比較敏感 那我們當然有些就是用夜間的一個看似 那要跟大家講說 哺乳動物大家不要講說 都是在地上爬的 臉服也是哺乳動物 飛鼠也是哺乳動物 所以它不一定都只是在地上而已 它有些來講的話也會在空中的 那有不同的 你要調查到不同的東西 你就有不同的調查方法 那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會比較除了牧師的觀察 那牧師的觀察來講的話 除了一些鼠類來講的話 那另外就是猴子 大概是最容易觀察到的 台天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比較常是用跡象 等一下有時間我會放一些 我們自動鄉西拍的一些影像給大家看到 有些就是在很近 有些是在2022兵工廠有沒有 就是在南港那一邊的 都有拍到像穿山甲等等之類的畫面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台灣 台灣很有趣 台灣常常是把我們自己本身好的條件拋棄 然後去學習別人的條件 但是別人卻羨慕我們羨慕得要死 這是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嗎 我們說我們要發展田園城市 要發展我們是生態城市 但問題我們已經是生態城市 雖然你住起來可能覺得不太舒服 但是我們已經是生態城市了 為什麼這樣子講大家知道嗎 全世界首都律復離最高就是台北市 很多人怎麼會這樣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有個陽明山 大家聽得懂嗎 對不對 所以對歐洲而言來講 在一個高度開發的地方 竟然還有那麼大的這種環境 就在你作為 不管陽明山當初是因為什麼因素 不管是政治因素 任何因素 反正它就是留下來的 不管它是不是個美麗的錯誤 總之來講它就是美麗的 全世界來講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那我們要善用這樣的資源 你去看很多大的城市裡面 對不起喔 所有的樹都是種的 對不對 像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羨慕我們羨慕的鑰匙 對不對 他們叫什麼 見縫插樹 對不對 我沒有那麼多的空間 我有一點機會 我就要插一棵樹下去 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人家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 結果我們台北人 對不對 對我們的型號樹 對不對 不高興 遮到招牌 對不對 所以 那時候德國 我一個同事他的指導教授 到台灣來 他就是 那個 就是 陪著他在走 就是 反正就是陪著他走一走這樣子 結果他就看到了那一幕 就是 我們正在做到樹木剃頭作業 就這樣子看下去 他就問我同事說 你們在幹嘛 我同事沒有感覺 就跟我們剛才講到 你明明是從這個農夫 家庭出來的 但是你竟然沒有踏過天 一樣類似這樣子 我們沒有到感覺 就是剛才講說 就那個擋到招牌 擋到電線 所以就是要把它這樣提 等一下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那張照片 他寄了一張照片 就是 說 這個樹 旁邊有個禁止標誌 它上面寫一個3.5公尺 它就是說 如果你的車子超過3.5公尺 不准進到這個箱子 因為你會影響到這個地方樹木的生長 它的狀況是說 台灣的樹太好長了 所以我們都不珍惜 我們那邊樹要長一顆喔 好辛苦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怎麼樣 愛喜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生人很奇怪 我們自己的優勢我們不珍惜 然後我們老是去學習 別人不得不的一些做出來 所以我們人家沒有樹 所以人家在搞什麼 什麼減碳啊 什麼太陽能啊 那個東西 對不對 反而人家很羨慕我們的東西 就我們 真的樹 好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看到 松鼠 吃不松鼠我想 很容易看到對不對 大家如果說稍微有點留意的話 各校園裡面都有 都幾乎都可以 也比較好的校園 還有一點樹蔭了 應該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對不對 那白面無鼠當然就比較少見了 是不是 它會比較在生理性的 那老鼠裡面來講的話也是一樣喔 那像一些橘金啊等等之類的 我們講這些鼠背 好 像 其實這很可愛 然後這是草鼠 它會用那個芒草做成一個草 所以叫做草鼠 那 所以 可以見得就是說 它就是在什麼 很多芒草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它 那鬼鼠啊 就是大家很討厭的 對不對 還有現在月鼠啊 那次鼠就是森林裡面來講話 也是比較常看到它 這個是環境好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好 這個草鼠 很可愛 那有些我們看不到它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掛過的很奇怪 對不對 我們台灣驗鼠 那還有一些是蝙蝠啊 那我說這個土肥上面有蝙蝠 那很多人說 欸 這蝙蝠躲在裡面 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有蝙蝠 那他說 你有看到它嗎 我說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看到它的地面 對不對 那鐵犬門有沒有 有說欸 這鐵犬門裡面有蝙蝠 這看什麼 看它下面也沒有變變 是不是 所以翻查一些痕跡其實也是很重要 那不同的動物都有不同的痕跡啊 這是山豬的蝙蝠 對不對 這是穿山腳的一個洞穴 然後這是它的便便 對不對 不同的他們便便 他們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個同事 我們之前都會笑成它叫做簡便 因為它就是到處去看人家的便便 然後去聞人家的便便 然後從它味道 它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瘦拉的 是不是 不是 對 但是也是很有意思 對不對 所以我們擺設自動相機的位置 然後擺到很好的位置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我可以預期它會不會出現 或者最近會不會出現 對不對 這是蝙蝠 蝙蝠這樣子嗎 不是啦 這樣才是對的 對不對 是不是好 蝙蝠也是一樣 那蝙蝠來講的話 我們有時候就是可以靠一些蝙蝠偵測儀 看它的聲紋等等之類的 不同的聲紋 它其實就可以知道 這地方有什麼樣的蝙蝠 蝙蝠的長相都不會太可愛 很可愛 對不對 這是蝙蝠 那也有把一些自動相機去做一些拍攝 那像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它都比較少見 那所以呢 我這邊我就先發了一點 那個自動相機在2022金工廠拍照的一些 這也不是很久 這應該是前年拍的 對不對 這就是二零零螢工廠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在中研院後面那一塊 這當然是有很比較常見的夜路 對不對 台北市 攝像貓 大家很難想像 台北市竟然還有攝像貓 這是白迪心在打打鬧鬧 這是在做一些氣味 某一些氣味 佑歡 佑歡 最多的是佑歡 穿穿起來 這是烏灰洞 狗也很多 狗叫狐群狗黨 狗出來就這樣整群 貓出來就一隻一隻 就是這樣 我們把了很多的相機 所以它有好幾個畫面 再看狗過不去對不對 大家請記得這個畫面 你看有欄杆對不對 你看看穿起來腳有沒有 我要講的這件事情是說 其實狗對穿起來腳是很有威脅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圍籬來講的話 就剛好要做到怎樣 狗過不去 穿起來場片過不去 大家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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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你知道才能夠保護它 對不對 對 翠宜舅其實還蠻常見 開會 今天要吃什麼 好 同樣的一條路 剛才狗種過對不對 這次又換在一起 好 穿三獎 這是二定二兵工廠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只跟大家講就是說 同樣的一個畫面裡面 就有很多的物種在這邊走 所以在這種不同的時間跟空間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觀察到東西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一樣的條路 你是白天走還晚上走 你的看到東西就應該要不一樣 這是狗在咬穿三甲嗎 這個後來這一段你向那個動物園跟我們要去了 因為這一陣子正好那個動物園在做國際穿三甲年會 這一段影片來講的話變成是一個很 就是很直接可以看到穿三甲被狗攻擊的那個畫面 你看從1點50分這狗就搞花搞到3點 結果牠應該有受傷 但是牠沒吃 所以你看穿三甲 狗其實牠就攻擊牠 當然牠也可以把牠吃掉 但是重點狗就是看到獵物 你看牠就在乎咬牠 咬不動嗎 咬不動 對 咬不動 當然一定會有點挫傷 你看 但是這樣搞啦 是不是 但是這是打的穿三甲 那小的穿三甲 大家有聽到車子的聲音嗎 這是圍牆 旁邊就是馬路 所以一牆之隔 就一個是生態資源這麼豐富 另外一邊來講話就是 我們跟我們生態資源距離沒有很遠 對不對 非常的近 旁邊有馬路對不對 這當然要去對不對 他站在我們的相機上面 好 松鼠 松鼠不稀罕 稀罕的是下面的畫面 所以在2022兵候場 狗跟貓是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資源很多 也是就是 好 裡面看嘛 都一樣的畫面嘛 對不對 你看 不知道找完 應該是邱蟻 好 穿三甲 還好有這個圍牆 要不然穿三甲就出去了 那穿三甲因為它的防禦機制 就是通到圍牆收成一球 它被車子撞到就很危險 對不對 那看圍牆就覺得很危險 你再怎麼樣車子一定是 就沒辦法 好 當然主機也有 這也是 每一支 連個校園來講的話 都有代表性的對不對 我們飛掛馬路對不對 好 這是一支 它是福州屬 這支就倒楣了 它被這個縫頭穿抓到 這在它腳邊 有沒有 這裡 然後它就 這支也實在是 就把這個地方當餐廳 它就把這一支 整個吃的過程 我們就拍了下來 好 你看 這裡有沒有 好 人家拔毛 所以這一段影片也是很少見的 它就是在這支手 把它整個刺光光這樣子 所以這老鷹的爪子非常的強壯 好 好 這個是六環 你看 它找東西吃 對不對 那一樣 你把它變成水泥鋪面了 它就怎麼樣 對不對 它就沒轍了 是不是 好 找一些甲蟲啊什麼 真的 看它這個做事情真的是挺認真的 好 要戴鼻子嗎 好 要戴鼻子嗎 再一樣 穿山甲 這是穿山甲的寶寶 好 媽媽怎麼帶小朋友 小朋友抱在媽媽尾巴上面這樣抬過去 這也是很難得的畫面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 如果這一支媽媽帶小朋友 遇到狗的時候 媽媽只能是把小朋友怎麼辦 對不對 接下來應該都是 就是應該該看到的東西應該都看到了 所以呢 自動相機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就可以看到這些相關的一些影像 尤其是一些比較少見的東西 你就在那邊等它 它就會出現 這個是 但是有時候眼力要很好 大家看到什麼 猴子 幾隻 這樣子問的話就有點怪怪的啦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裡還有一支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所以有的老婆那個眼力要很好 大家有些也是這樣 帶它一些便便 好 鳥類 那鳥類 這個都是鳥類喔 上得滿滿的 好 那也是一樣 有的是往上看的 對不對 看一些老鷹 對不對 鳥也有在地上跑來跑去 像剛才自動相機拍到 很多都會下到地面的 對不對 好 這個足跡啦 對不對 複線啦 對不對 之類的 還有 還有 有一些是 好 那有一些是在森林裡面的 林間的 對不對 有的是西邊的 對不對 好 這是西邊常見 像河屋它會潛水 對不對 那有的是中沙燕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如果做成什麼 堤防就沒了 是不是 好 這都是 好 水鳥 這水鳥來講的話也很有意思 那水鳥喔 那 像這樣的環境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這就餘溫它旁邊這樣停對不對 那這鳥站在這邊做什麼 它為什麼不飛到林子裡面去 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能用我們的習慣來 思考它所需要的環境 它要站在它的角度去思考 水鳥它不喜歡進林子 因為進到林子裡面 其實有什麼樣的風吹草動 有什麼危險 我其實未必看得到 我呢 停在這個地方 遠遠有一隻狗要過來 我遠遠就看到你了 是不是 所以這間條飛到這邊來 來講的話 它們是怎麼樣 休息 也就是說在海邊 那水不是漲潮嗎 漲潮不會淹到腳嗎 淹到腳還OK 淹到肚子就不舒服了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一直往上跑 那跑到那 淹到沒有地方去的時候 它們就飛到就在這邊休息 所以我們去觀察的時候 就常常會挑它去漲潮的時候 去看 它就在那邊 我們點名就比較好點 對不對 然後下課的時候很難點 就是上課的時候 都在那邊就可以點到 對不對 那青蛙也是一樣 我們所有去看 還可以去聽 這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那這也是講 比較特別的是三蕉魚是兩棲類 台灣有幾種三蕉魚 六種 那這也是各式各樣的青蛙 有在水邊的 也有一些是在林子裡面比較常看到的 一些樹蛙類的 那當然這幾種其實都不是很好 我們這綠色的 台北樹蛙 北翠 末世 中國素材 那當然有一些陳腐樹蛙 比較更少見 那這是三蕉魚 它是兩棲類 那爬中類面什麼 就是翻 但是翻要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翻到死了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你不能夠把手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要翻東西 你的手 不能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減少很多的東西 還有說蛇會攻擊人對不對 很少 我以前在做蛇的時候 都是我們攻擊他 對不對 他其實蛇看到的人都嚇死了 那這包括一些有角的 包括壁虎、烏龜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也都是屬於蜥蜴 不是 有角的 那烏龜就是烏龜 那這裡有一些是蛇類 但是有一些長得很像 常常會被人家誤打 像很多人把青蛇 這是有讀的那個刺猬新竹詩 但是有一些就是長得跟它實在是很像 然後它就會被誤以為它是有毒的 像白棉花蛇就很多人誤以為它是雨傘精 所以很多死的都是白棉花蛇 對不對 這有幾種都很容易混搖 對不對 大樓屎跟規格瓜 這兩種混搖沒關係 因為這兩種被它咬到就不會怎麼樣 那這是蛇類青蛇跟青蛇 它有的就很像 但是就是要小心就對了 反正 那這是一條 對 然後都被車子壓死 那這是比較少見的 其實台灣很多蛇很漂亮 台灣有很多蛇非常的艷麗 蝴蝶當然有各式各樣的 台灣來的時候都是蝴蝶王國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參觀科博館 科博館有幾幅畫是蝴蝶畫 大家有聽過嗎 就是很早期的時候拿蝴蝶的翅膀去貼做出來的畫 那畫非常的漂亮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應該可以去看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觀察 那我們的近郊 這些東西我們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在我們周邊的環境 那這些粉碟 灰碟 灰碟就很小 那種碟 只是很快讓大家看過去 那有些是看什麼 看牠的那個毛毛蟲對不對 或者是看牠 那蝴蝶來講的話都是採蜜 那是蝴蝶的幼蟲 採蜜基本上有蜜我就採 所以蝴蝶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常常說種一點蜜原植物吸引牠來 但是毛毛蟲牠就很挑食 牠常常只吃那一類的植物 或者只吃一種植物 所以我們在談蝴蝶的時候 我們就把分很清楚就是 這是蝴蝶的思潮 就是牠毛毛蟲吃的東西 那這部分它會比我們去思考牠的蜜原植物更加重要 因為毛毛蟲會變蝴蝶 所以你能夠養的是毛毛蟲 你沒辦法養蝴蝶 那蝴蝶只能夠吸引牠 所以這也變成就是說 我們在野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更關心的是 這個是不是蝴蝶的思潮 不是我只是在看 然後很多蝴蝶在那邊飛舞對不對 牠們其實牠只在這邊 對不對 吃蜜而已 那牠就會去找那個蝴蝶要吃的那個蝴蝶才會去結蝴蝶 牠才會 對 牠才會 不是結蝴 去下蛋 對 結蝴牠就變蝴蝶了 所以結蝴牠就無所謂 有些就結在奇奇怪怪的地方對不對 烏野什麼的 所以結蝴牠只要覺得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牠其實就OK 但是牠殘暖 牠一定是殘暖在那個牠的思潮上面 所以吸引牠來採蜜 但是牠要去殘暖又找到另外一顆植物 是 對 那個去同時盲植牠才會在這個地方可以嗎 蜜比較簡單 對不對 只要有花就可以 對不對 有花的基本上來講牠都OK 是不是 但是思潮就很挑 所以像我們如果說有人在談說蝴蝶我要注意什麼東西 我絕對不是看蝴蝶 我絕對是看毛毛蟲 那我要看毛毛蟲就要看毛毛蟲 牠要吃的東西是哪一些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分布 所以我們有時候我們常來講說 看到這個地方有蝴蝶 我們調查我就記錄這裡有蝴蝶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 我們會更在乎這蝴蝶它是從別的地方飛過來 還是從這邊產出來的 那它要從這邊產出來 它一定要有這樣的思潮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所以也就變成說你在觀察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考慮得更中詳一點 那你其實你得到的資訊會更加的完整 好 這就很少見了 這基本上大家如果看到的話就是非常的幸運 我們有很多同事專門去追這些比較罕見的一些動物 那蜻蜓 其實台灣的蜻蜓我覺得不會輸蝴蝶 台灣的蜻蜓也非常的好看 你可以看出來這是各式各式的動物 各式各樣的蜻蜓 各式各樣的蜻蜓 顏色也非常的絢麗 對不對 是不是 而且蜂的蜂的 常常不一樣 老的小的也 常常不一樣 對不對 這是無霸的蜂蜓 對不對 這是藍黑蜻蜓 藍黑蜻蜓雖然是很少見的蜻蜓 它以前我們都認為它是藍霧的種類 最近也出現在台北 那有些人認為不是一件好事 是認為就是說那是因為天氣變熱了 所以台北就沒有像過去那麼更冷 所以它就亡 這是氣候暖化的一個證據之一 所以你們在台北也看到它了 這就很少見了 比較少見就清楚 對不對 其實毛毛蜂蜓很乾 如果不要有那個刻板印象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色彩有時候比蝴蝶還要來的心眼 好 在做這些調查的時候 我們也要特別注意到 就是你既然你是觀察它 你就不要去打擾它干擾它 我們常常講說調查的論理是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看到很多那個拍鳥的人 其實真的是為了那個相片的畫面 甚至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 有人甚至來講的話 就是拍到一隻母鳥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照片 但是它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它是抓了它的小鳥 用小鳥來威脅母鳥 但是來講的話都是很惡劣的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調查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降低干擾 而且盡量如果不去捕抓 不要去慘情 能夠盡量不要去抓它 那如果說你為了拍照或者你要去觀察 你會把一些葉子拉開來的之類 但你記得你要離開的時候 你要去做復原 不要去做違法的採集 然後另外就是調查盡量是團隊進行 因為其實在野外部分 其實狀況特別的多 所以我們都不太建議獨行俠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你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調查的工具 這部分來講的話就比較沒有什麼 大家可以看我想只要各位以後 跟著心理步道出去的時候 應該這些都會做特別的交代跟說明 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呢 關心山離我們這邊 其實就是在那個在野服務館那邊 在那個地方你看就有好多的物種 當然裡面其實也會有一些 是我們比較不喜歡的 比如說加巴克跟白維巴克 這是外來種 那甚至來講的話就是在士林 這個美倫公園就是在那個科教館旁邊 科教館大家有去過嗎 那地方實在是 那太陽大的時候真的會曬到你外面 不知道躲到哪裡去對不對 但是即使這樣子你看 它旁邊那個美倫公園 你看也不會就是這樣子小小的 然後旁邊都是木這樣圍起來 但是它還真是 它還是很多的物種 這都是因為就是說 台北其實可以很特別 就是說我們其實我們從陽明三系 或者是關戶公園 我們其實我們有很多的 雖然都密密麻麻的都是房子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生物來講的話 還是可以透過一些 我們講所謂的綠手指 這樣子一路下來 所以台北大概是全世界生物多大性最高的都市 因為很多的物種其實很容易進來 所以我們應該要發展是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我們本身的條件 所以怎麼樣去把我們台北的綠資源盤點出來 然後我們好好去珍惜它 這是我們的城市的競爭力 而不要把我們本來就已經有的優勢忽略了 我們一天只要想到士林 我們就只想到夜市 這實在是 我們不是只有夜市而已 這都是在那個 在那個 這個 就士林的這個公園這個拍到的 包括你看 這就有二十幾種的鳥類 對不對 然後當然有包括我們講城市三小 對不對 綠袖眼白頭蜂跟馬雀 最常見到的 城市最常見到的鳥類對不對 各式各樣的八個 這是那個 黑手 對不對 很兇 有被他攻擊過嗎 沒有 他有時候他那個 在求偶凡事的時候 他為了 展示他很勇猛 他有時候連人都會攻擊 他會從你 他不會真的抓到你 他會離你很近 從你的耳朵旁邊這樣子飛過去 去釀過這樣子 跟你恐嚇一下 對不對 還有這個 紅嘴黑杯 還有一些樹林裡面 包括貓頭蠅之類的 那還有各式各樣的 舊哥的這些家族 剛才有包括這樣的什麼 翠一舊 對不對 翠一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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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舊哥跟我常常會弄的 好 那當然還有一些 寫雀啦 樹雀啦 臺灣藍雀 這個 這壓克都很兇的 好 其實 另外就是這個 各式各樣的 其實大臺北有時候天氣很好 那個嬌山的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大關鳩在那邊 對 那路斯 各式各樣的路斯 那有些是靠水邊的 最近這個問題比較大 埃及聖環 埃及聖環 埃及聖環蔓延出來了 早期好像不知道什麼地方 好像就是從 從埃及那邊好像弄了屍幾隻 結果不小心跑到外面去 結果就整個蔓延開來 所以現在來講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個補埃及的聖娘在台灣 有沒有 這是那個有沒有 埃及樣的那個圖神有沒有 這是他 就是他 就是埃及聖環 埃及聖環 蝴蝶來講的話 也可以看到11種 那我們講的祭祖之物就是石草 對不對 你看 那這個石草就可以 你本來就纏在這邊 它就變幼蟲 勇 對不對 然後 神蟲 然後是蜜緣 然後神蟲 下半在祭祖之物上面 這都是在那個 就在那個觀音山 所以大家 我們這 我們已經有做出了一些 所謂的那種展示檔 大家有空的話也可以去看看 就靜靜的 然後而且大家走一圈 應該也不要花多少時間 就很多的物種可以讓大家去做練習跟觀察 那青蛙 其實聽聲音我覺得比看青蛙更好的 青蛙的聲音比較有特性 有時候好幾種青蛙可以長相非常的像 尤其是富邁蛙 富邁蛙 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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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以前有一次 就是 富邁蛙也有人叫它彈琴蛙 因為它給給給好像有點像琴聲一樣 那台灣有另外一種琴蛙叫做豎琴蛙 這豎琴蛙來講的話呢 它是在 它發現故事就很有趣 那時候是我跟現在的科博館的副館長 周文豪、周博士 因為那時候我在錄那個青蛙的聲音 那有一天它就從科博館打電話給我 它就跟我講說 你就把所有的傢伙帶一帶 然後給我到那個南投的蓮花池去 我就想說 ㄟ 這個怎麼 反正我 就這樣子說了嘛 所以我就大包小包的那個就是提上公車 然後連臉盆在內 那看起來那個若有畫面應該是很滑稽的 那就是到了那蓮花池要回來 那它也不跟我講 它就說 你聽 有沒有怪怪的聲音 我說 我有聽到ㄟㄟㄟㄟㄟ 但是有聽到另外一種聲音 我說 ㄟ那是什麼東西 他說 其實我已經蹲在那邊蹲了很久了 但是我不想說 就是它也要看我的觀察 跟它的那種觀察來講有沒有match就對了 它也很怕它的主觀意識影響到我 然後我就 就看 ㄟ 對 看起來 那應該是青蛙叫 但是 不是我聽過的青蛙 結果我就看看看看 然後ㄟ 聽到它的聲音在那邊 然後我就過去去抓 最後一抓就是它 富帆蛙 好 就抓了就是富帆蛙 我就想 奇怪這邊富帆蛙怎麼這樣隨便亂叫 對不對 那是那個 對不對 地方方言嘛 對不對 但是 但是也不對 因為你講方言這個地方全部都講方言 對不對 你又聽到ㄟㄟㄟㄟㄟ 對不對 那我就講那些三腦筋 然後 我又 等了一陣子 我又聽到 又聽到那個很怪的聲音 我一抓又是它 我這個又是很 這很納悶了 這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對不對 然後後來 那時候我有帶一種很特別的工具 叫做指向性麥克風 那麼長的麥克風 像一把 棍子 像一根棍子 那麥克風那個是比較特別的 那個是007專用的 我講 看看 但事實上那個麥克風 之前來講它不是用來錄音用的 它是裝在槍上的 是真的裝在槍上 當然是怎麼樣 在國外他們不是要打獵嗎 有時候你在草叢裡面 你有聽到水鳥在叫 但是你看不到它對不對 那我怎麼樣 那指向性麥克風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它 你聽到聲音的地方 如果你開槍的話 就可以打中它 它的那個指向非常的明確 所以我就拿 結果我就抓了它 我就看到一隻 因為有好幾隻青蛙嘛 對不對 我不太確定 因為越來越混亂 所以我就 帶 我就看著它 然後呢 我就錄 確定是它 然後我後來我就很震撼 因為我看到一隻 富邦蛙 叫的聲音 是我不認識的聲音這樣子 後來再把它抓了起來 然後仔細的去看 才發現 原來它是新紀錄種 是素青蛙的遊覽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一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青蛙的圖鑑 就有素青蛙 你跟富邦蛙 你是看照片是分不出來的 你只能從聲音裡面拼出 它的差異 那目前好像也只有 蓮花石 就那個地方才有 所以我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算是一個特別的發現 那時候就很困難 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 因為科普還要做採集的工作 那你一不小心採集 就把這地方 唯一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本來它還有 對不對 我採完以後就滅絕了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講 也過意不去 對不對 那不要抓個體好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到它有軟 對不對 好 有軟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有幾顆呢 有98顆 為什麼98顆 大家知道 一樣你軟 你要把它採集回去 的話 它可能就沒有小孩了 你把它留在那邊 柯博館竟然沒有 一個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 竟然沒有台灣物種的標本 那也是很詭異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後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 我就在那邊算算算 98顆 我就把一半帶來 一半帶來 所以我永遠敬意 像這個 98顆 帶了49顆回來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 一樣的一條路 一樣的環境 你如果說你沒有去留意它 它其實它就跟你錯過了 所以 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很失望 就說 我今天我要到深山 我要到大雪山 我要去玉山 我要去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才有生態給你看 不是的 你就到你的周邊 所以我來講說 大家可以真的拿個相機 走你平常 善一種的路 聽一聽 看一看 翻一翻 找一找 你會發現其實 跟我們在同流空間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的生命在這邊活動 而是我們常常視而不見 聽而不 那如果說你多一點觀察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 台北很有趣的 所以呢 你要了解它 我們常常講 了解它才有巧遇 不是巧遇 就是我等著你 對不對 你等著它 你才看得到它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了解它 任何物種在這邊出現 都有它的原因 它可能它是來吃晚餐的 它可能只是來休息一下的 它可能是來這邊談戀愛 如果你有個辭職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哇夏天的時候 就很多青蛙就跑過來這邊談戀愛 談完戀愛 突然就消失就不見了 只留下一堆寶寶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有它也可能是住在這裡 那另外來講就是說 剛才講的是生物 我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怎麼樣讓我們的眼睛耳朵打開來 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在我們的周邊 那另外就回到這邊 我們其實如果看到生物 我們真正要關心的是環境 對不對 有這些生物是因為有這個環境 它才有它 所以呢 我們除了我們要觀察生物以外 對環境來講的話 我們也要去理解 要去探索 這樣子我們才知道什麼東西是需要它 就好像家人要活得很幸福快樂 重點是那個家裡的那環境的空間 對不對 是很重要的關鍵之一 所以呢 我們就要知道就是說 除了物種的了解跟考量 我要知道就是說 在空間上面怎麼樣 是我要去做考量的一個重點 講到空間來講的話其實 比如說 我如果問各位說 請問一下 你的環境好不好 我們很難回答 對不對 你指的是什麼 你可能指的是 比如說我家小朋友對不對 我如果家小朋友就說 欸 去把你環境弄好 意思是怎麼樣 把你房間整理一下 對不對 好 那我老婆如果想說 欸 今天我們要把環境弄好 意思是怎麼樣 打掃啦 家裡面打掃啦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欸 外面來講的話 這個髒髒亂亂的話 就等什麼時候社區 志工來那邊喊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一樣把環境弄好這件事情 把空間照顧好這件事情 它其實它有不同尺度的差異 所以當我們在談空間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你現在是站在什麼樣的空間 在看這件事情 不要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來講的話 常常會造成很多基層壓縮 這樣子的事情 那另外來講的話呢 就是 我們很多的空間裡面 來講的話 它有一些基本的功能 這是我們要特別留意的 這基本功能 大概我們分為這三種 一個叫做機質 什麼樣的機質 比如說 這個地方是森林環境 或者這是一個校園環境 就是說 比較 基本 這個地方是處於什麼樣的一個 基礎這樣子 了解我的意思嗎 大概是什麼 這個基礎的環境裡面來講的話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 在森林裡面 其實我們會很特別注意的是 森林都很暴密 那有時候本來是一棵樹倒下來以後 它會留下一個 空間 陽光照得進來 這陽光一照進來 這附近的環境 全部都會做一些改變 所以呢 就變成說 有一些環境 它其實 我們不會 不要說只在乎 就是說 就是 一成不變這樣的事情 其實環境來講 它也是不斷地在變動 跟調整的 它不是死的東西 它是活的東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特別留意就是說 其實這種基礎跟斑塊 它互相的這種轉變 甚至來講的話 有一些斑塊 它其實它已經非常的稀少了 我們要特別的去保護它或留意它 那最簡單的狀況來講就是 有很多的那種小的水池 台北 藤地 或者山區裡面 很多小的水池 它都是很多生態資源很豐富的地方 但是我們就常常 不小心把它填掉 或者是 甚至蓋房子等等之類 那其實都不是件好事 那所以呢 我們要了解就是說 它這環境裡面 這空間來講的話 它是基礎呢 還是它是這個 比較特殊的方塊 還有一個是什麼 廊道 它從這裡來到那裡去 就像剛才講到它的綠手指 那綠手指等一下我們還會提到一件事情 台北其實我們 上次應該是 台北都法局的計畫 它要我們去盤點 就是 其言社區那邊的綠手指 所以我們盤點完以後 我們就發現 綠手指不是問題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黑手指 就是建築物進到了一個森林裡面 建築物進到森林 建築物尤其是那種住宅群 然後或者別墅群 進到森林裡面去 它會造成這整個系統的分分 所以 不是只有綠手指 那個黑手指也同時在那邊進行當中 那 像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都是會涉及到這個廊道這樣的概念 那另外來講的話 有一些環境 它是很重要的庇護所 什麼地方是庇護所 很多的公園都是庇護所 大家知道嗎 我們做那個捷運信義線 有沒有 在向山 那邊 有去過向山站嗎 向山站後面有個台北樹蛙的 棲林的保護區域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可能很多人沒有注意到 那地方就是這樣子 當初在做捷運信義線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那個仲殘風園裡面 就發現了台北樹蛙 那是台北繁華地區的最後一批台北樹蛙 所以後來捷運站在開蛙 在設計的時候 就因為台北樹蛙 所以造成一些設計上面改變跟延大 那時候有一個工程師就跑來找我 他就講就是說 我怎麼那麼倒楣碰到台北樹蛙 我說 欸 台北樹蛙名字叫台北 你認為他應該住哪裡 是不是 那為什麼他會在中強公園呢 對不對 我說難道他住地堡嗎 這以前都是台北樹蛙的棲林 而是 我們因為我們高度的開發 所以他只能說到邊邊角角 所以這些邊邊角角他不要太小看 他就說 啊這地方都是在新一計畫區旁邊公園 還能夠有什麼 對不起 所有東西都過去了 所有公園過去不是代表中強公園 或者公園有多好 而是這些物種沒地方去 這是他最後的屁物所 就回到剛才講到南港 南港那地方還有川山峽 還有白鼻心 還有這個像飛鼠等等之類 請問一下 所以那一次 之前2022兵王撒大的時候 張曉東 張曉東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跟我講說 2022兵王他不是跑去跪嗎 對不對 他就說2022兵王團體是不是很好 我說沒有 他也撒掉了 他也昏倒 他說怎麼會沒有很好呢 我說真的沒有很好啊 比他好的地方多的是啊 但是好不好跟重不重要是兩件事情 他環境沒有很好 但是他非常重要 他有多重要呢 他重要就好像是跟難民營一樣 難民營請問一下他那邊生活環境好不好 不好對不對 他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一個難民營如果說他被攻擊或者是消失來講的話 就是這地球這個民族就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他非常重要 所以呢 2022兵王廠台北如果很多邊邊角角的地方 他其實他都是整個大台北地區很多物種縮在那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就要特別的留意跟關係 就好像萬一山對不對 那個載水博物館 很多人還在那邊 夏天在那邊玩水啊對不對 那生態資源也很豐富對不對 很好 那他那環境很好嗎 並沒有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他沒地方去 這個才是一個麻煩的地方 所以呢 不要太小看我們的重邊 不要小看我們的公園 不要小看你平常種類在條路 有時候他可能就是有某些物種就在那邊 那另外來講就是我們要找到的是一些 剛才講到 你要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 你要找到的是 造成這個環境劣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你要想辦法把這個因素給拿掉 你把這個因素拿掉的話 這整個環境就可以提升起來 所以找劣化點 這也是我們在探索的時候 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能不能找到這個關鍵點 所以 像今天下午也是一樣 他們跟我講說環境營造 為什麼 他們有拿幾個例子來給我聽 那其中有個例子就是說 為什麼我做環境營造被人家罵得臭頭 他說我有做綠化 我有做自行車道 我有做涼亭 我有做很多的東西在那個地方 我說 那我想請問一件事情 因為我對那條河川有點印象 我會說那個地方水很臭 他說 對 我說你水很臭 你坐良機走自行車道 你要給誰用 人家閃到閃到遠遠的對不對 所以在你水質還沒有改善之前 你做的事情都是多餘的 你應該把所有的錢集中在那個劣化點的改善 而不是去做很多錦上天花的事情 台灣就很糟糕 我們錦上天花的東西做的很多 表面功夫做的很多 但是核心的東西 我們常常沒有花很多的工夫去照顧或去做一些改變 這次講一個河川 那河川來講的話也是一樣 它會有一些基本的固設 但是我這邊我就把它跳過去 另外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像我們在做設置孤島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設置在什麼地方 你會影響到的生物是哪一些生物 那其實來講的話 或者我們這樣子說好了 這個從水一路上來 這整個的地方來講的話 物種其實都不太一樣 它會有一個梯度上面的改變 所以你真正要看到一個 看到比較多樣的一個環境來講的話 不是這樣子走 而是這樣子走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在做觀察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有時候 我們走那步道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做 像之前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我們都不會沿著既有的步道走 我們有時候會去走列徑 走那種小路 尤其是那種上切比較高的那樣路 那常常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你走比較平的地方來講的話 那個基本上你的景色等等之類 大概都會比較一致一點 因為這樣的坡度來講的話 因為你路大概都是在比較平的地方 所以這樣的坡度 那相對來講的話 適應這樣的坡度的物種 其實大概就是那一些物種 所以一樣 你從這由上而下來講的話 其實不同的地方都佔著不同的物種 那所以也是一樣就是說 我要去營造 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些改變的時候 那我比較知道 我們是在哪邊做 可能會影響比較少 然後呢或者是我在哪邊做來講的話 我可以 或者我走在哪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可以看到哪一些不同的物種 或者是他們一些相關的互動關係 這東西來講的話 也是你有準備你才可以看得到 要不然你只是走過去就算了 所以怎麼樣就是說 把這樣的東西安排在你的那個探索裡面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好 這邊是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如果說你要保護環境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概念來講的話 其實是要特別留意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講說 在台北我們現在在做那個綠資源的盤點 跟一些相關的一些綠道跟綠點的串連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其實很重要 因為呢 簡單來講 這些不要講學術性的東西 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我們從這邊來看 大家看到這三個圖對不對 這三個圖他們的面積都是一樣的 面積都是一樣的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去布設一個公園的時候呢 你要盡量布設成這個形狀來變成這個形狀 盡量是這個形狀 一樣的面積 怎麼說呢 旁邊來講的話 可能都是人為干擾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呢 真正怕人或者是怕一些干擾的物種 他可能他要離開一定距離 這些地方才是他能夠過過的地方 是不是 那如果說我今天來講的話把它變成長條 你看一樣的距離 那你是能夠縮減 他真的能夠利用的面積只要30%的 這有80%的 那這樣的一個面積來講的話是有60%的 所以簡單來講 如果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環境 像2022秉購償場 我們就是講說它是台北的另外一個廢嘛 對不對 那就是說我把它切散成小的公園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它的那個能夠供養的那個物種的那個敏感性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物種的數量 或是它們族群來講的話 相對來講的話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月珍貴的資源需要去集中 而不是把它分散 那在我們台北市講的最直接就是什麼 我們很多的行道數或者是我們的濾道 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比較錯誤的 簡單來講 我今天我給你 比如說我做一條道路來講的話 我給你30公尺的 總共給你30公尺的濾道的面積 行道數30公尺的面積 我們按照我們以前的公務系統來講的話 我們都會怎麼做 左右各15公尺 最好中間10公尺 左邊10公尺 右邊10公尺 我們看到是不是都這樣子 是不是 但是今天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是一隻麻雀 我需要的那個綠地的空間 的那個寬度來講的話 是5公尺 我三個地方都可以磨得下去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說我是一隻台灣藍雀 我需要的空間來講的話 是15公尺 你把我切成三個10公尺 我就三個地方我都不能去 我寧可怎麼樣 把濾道集中 對不對 這邊沒有濾道就算了 是不是 我如果有30公尺的濾道在這個地方 很多務所就可以利用它 你把它變成三個零碎的 它其實三個地方都不能用 所以 越珍貴的資源 尤其是綠資源 你真的要找到就是說 它能夠集中的軸線 那就是你要我們優先要保護的地方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軸線被打斷 有時候會被一條道路切過去對不對 一條道路切過去 那個地方就可以 預期中 那個地方是常常會發生 跟動物碰撞 或者很多物種沒辦法過去的那個斷裂點 那些斷裂點就變成是我們要去遊說 或者是我們要去特別留意 不要去破壞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定的關鍵 所以並不是代表就是說 好像我這邊我們做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我那麼多我怎麼看 其實看也是你可以先從大的開始看起 所以我們在談 就是說你在做探索或在做觀察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鼓勵就是說 如果說有一個比較寬的那個步道 它的那個律地的寬度比較寬的 那可能是你可以優先從裡面去看 它跟一個只是一台樹的 它裡面所能夠提供給物種 利用的那種程度來講的話是差很多的 這我們不要稱為高雨效應化 這是一個拍啦 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在很多的山頭 都會演化出一些特有的物種出來 像剛才講到三角雨 三角雨來講的話 這個山頭跟這個山頭 它們就有不同的三角雨 因為我們看起來來講的話 它的直線距離雖然是很近 從這邊可以看到它 但事實上它要從這邊過去那邊 它要先下到西谷以後再上來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的物種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喜歡在天氣比較冷的地方 所以它根本就不會下去 那久以後在這邊 它就慢慢就是特化出一個獨立的族群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特有種很高的原因 台灣很多的特有種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很多的這種高山起伏 那所以它就會特化成一個區一個區 獨特的一個特色 所以台灣的山區的特色跟物種的特色 它的那個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應該善用這樣的資源 而不是說一直都來追求那個工業啊 這樣子一個情形 這次三交流也很可愛喔 這邊來講的話是講說 在很多的生態的影響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也要在想說 哇 我又不是學生態的人 對不對 我怎麼搞得清楚 到底這個地方 或者是一個建設來講的話 對那個生態的影響有多大 生態學是我認為不用教的學問 因為就像剛才講到 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態大師 因為你每天都為人家庭的福祉在努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其實用很多的東西 用我們的角度裡面去看 你就可以抓到那個關鍵點 比如說舉例子 這次教科書裡面去談 就是說 如果萬一要做一條道路來講的話 它可會造成一些七地階科啊等等之類的 一些負面的影響 哇 我又不是學生態的人 我怎麼知道什麼叫做七地切割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七地 黑色這些叫七地 什麼叫七地切割 這是我住的地方 我沒有很有錢 我住那樣的集合室住宅 這是我上班的地方 這個是小孩子上學 學校 這個是家裡旁邊的公園 什麼叫做七地大家知道嗎 什麼要人的七地 什麼要人的七地 什麼 什麼樣的活動地方 簡單來講 對 一日生活是你所需要的地方 我每天都用得到的地方 是不是 我的家庭 成員 每天都要用得到的地方 在這地方所發生的任何一切事情 都會跟我齊息相關 旁邊修馬路 我要去上學的動線受到干擾對我就會遲到 所以我要提上書門 所以簡單來講它不是大家想像說 哇 講七弟那麼有學問的東西 不是 所以很多事情在講很多的生態影響 我們只要用我們自己的角度裡面去設 你就可以知道它會不會造成一些問題跟麻煩 比如說今天要做一條道路 做一條道路來講的話 它不會經過集合式住宅對不對 誰經過集合式住宅誰就是笨蛋了 對不對 馬上要白布條就貼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絕對不會從這邊過對不對 但是它可能會從工廠過啊 為什麼 反正工廠老闆簽到中國去了啊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就可以空出來對不對 那剛好有一條道路過去 那就剛好有沒有 公司就收一收對不對 好 對不對 這叫做七弟審屍 這就叫做七弟審屍 對不對 好 那這旁邊是公園對不對 公園 以前帶小朋友在這邊散步啊 運動打球很好對不對 一條大馬路從旁邊過 空氣汙染光線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公園雖然還在 但是我不常去用它了 對不對 我不喜歡去了 叫做七弟略化 遠遠的學校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我小朋友要上學 以前自己騎腳踏車上學 我就覺得很放心 突然來一條大馬路來講的話 我就很擔心對不對 那我怎麼辦 提早半個小時接受 會不會影響到我家庭生活 會對不對 這叫做什麼 提底切割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個很科學性的東西 就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用我們自己的理解 所以生態學大家不要好害怕 我不是學生態的 我怎麼進得了場 不是的 你已經是大師 你知道現在還活著你就是大師 對不對 所以有你的生活經驗 套進去 你就可以知道就說 喔 是不是會有影響 所以大家不要被什麼生態學家給輔助了 你講什麼東西 我就跟你講說你給我講白話一遍 你一定要講到我聽得懂 如果他講的東西你聽不懂的話 代表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故意講不清楚 要不然你不應該講不清楚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這些來講話你看 這些就是什麼 我們講難感傷心一路下來的綠枝園 但你可以知道這裡面有一些道路 它會做一些切割 那這裡面來講都是綠典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哪些地方來講的話 可能是串聯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慢慢把這些斷念點把它補起來 不管是台灣大學或者大安審寧公園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綠枝園的串聯 它其實它就可以讓我們台北市的生態資源大幅的提升 而且可以讓我們生活的周邊更加的豐富 這個是大家也看過了 這個是剛才有提到我們周邊生活一些比較敏感的地方 這就是剛才講那個中強公園 這地方是哪裡 那廣遲博愛院 廣遲博愛院 環境好不好 就看你怎麼看 對不對 就在台北市一堆的房子裡面 這樣子不錯了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你說這環境到底有多麼的生態 看來也不會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好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就我們調查到又調查到豐富英 好 所以後來 那個台北市政府就問我說 貓豐富英住在這邊幹嘛 對不對 這邊環境很好嗎 我說環境沒有很好 那貓豐富英在這邊幹嘛 我說難道住地保 是不是 不是他沒有地方去對不對 所以他 不是說這環境有多好 而是他只能在這邊 那他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的物種沒有我們想像做這麼脆弱 台灣物種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你沒有兩把刷子是活不下去的 在台灣這種環境 對不對 我們有太空多地震 都有各式各樣的災害 對不對 所以台灣物種也沒有我們想像做這麼脆弱 你只要給他一點 他就可以活得下去 但是我們常常連一點都不給人家 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還有多少時間 不到一個小時 還一個小時 不到一個小時 應該是九點半 現在八點四十五 八點四十五 OK 我後來講得比較慢一點 好 我們來看 這就是廣時不愛演 是不是 綠地很多嗎 沒有 但是相較這個地方來講 這一定很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就一個開發單位來講話 請問一下 你要有個大面積的利用 你要選擇哪裡 就他了 不是嗎 是不是 難道要拆那麼多房子嗎 所以 我們在台北 常常發生就是說 生態跟所謂的開發 常在產生衝突 這個衝突來講的話 是必然而不是偶然 而且越來會越加的嚴重 因為能夠用的地 越來越少 但是我們這邊 動物能夠去的地方 也越來越少 是不是 所以 在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就要很清楚 我們要把這些資源攀裂出來 告訴他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不是你想像中 它是一個廢棄閒置的地 它其實它有功能的 但我們希望 它的運用的方式 應該是要跟綠地串連 而不是說把它變成 這個明明還有一點點連接這樣的功能 都把它吹毀掉 在這邊 我們來看 信義捷運線站在 應該這是中校公路吧 應該就是這個 對不對 就是台北書 這個就是台北書的起地 要謝謝當初設計不良的工程師 因為這個地方的排水 這個水排不掉 所以這樣就會積水 就給這個台北書在那邊起 對不對 如果它設計良好一點 會排水排掉的話 就沒有它了 是不是 它要的東西也不多 它要的環境就是這樣子而已 是不是 好 大家可以看它這邊嗎 就是它的軟硬 我真的我要的不多 你給我一點點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我沒沒給人家一點點 是不是 所以在台北 你要營造出一個 很豐富環境的生態城市 是很簡單的事情 好 但是呢 就是看接下來我們 不管是公民的影響力 或者是公部門的決心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是還有蠻大的機會 因為這些物種都還在 它並沒有 這樣子它就離開了台北 好 但是 他們其實現在風險是越來越高 對不對 剛才給大家拍到那些 很好的那些 穿山甲 色蝦帽 在哪裡拍到 是這一塊 這就是202兵工廠 也是一樣 對不對 請問一下 穿山甲在那邊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因為以前穿山甲在那邊都是 對不對 現在只有這個地方去 好 那為什麼他可以去 因為這個地方叫做 金氏管制區 對不對 金氏管制區就是 可以管的不能夠管穿山甲 那就金氏管制區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我們講 這個惡念要定多長 對 金氏重地請募進入 是不是 那你看我們拍到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物種 還有包括他們一些 那個備器的一些 防空洞啊等等之類 就變成貶值的天堂 對不對 這剛才有給大家看到這些畫面 對不對 鳥類你看 剛才給看一個公園來講的話 可能十幾種 二十幾種對不對 這地方來講的話 也有七十幾種 對啊 這個 玉秀演睡覺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愛 然後這爬蟲類來講的話呢 大概也是有這個十幾種的上 那兩棲類有十五種 胡蝶一百多種 這是它的死草 蜻蜓 五四幾種 對不對 這個是難民營 對不對 全部都過去了 是不是 所以它環境比較很好 就有那麼多物種在裡面 是不是 所以要營造它容易 沒有很難 對不對 你看 這也很漂亮 對不對 我記得我比較喜歡看蜻蜓 還有螢火蟲 對不對 台北市還有螢火蟲 各位 這是一些 當然 對不對 這台北市這都是那個人啊 刺王對不對 在軍事 還有飛鼠 飛鼠 飛過去就飛過去對不對 飛不過去就被車子撞 剛才不是有講 大家講狼道的概念嗎 這是在重新新村 我們後來就發現很有趣 這每一棵樹都是行道樹 然後我們就後來發現就說 欸 這些行道樹來講的話呢 就是飛鼠它就可以 從這邊飛來飛去一個活動的範圍 它就可以下到這個溪流啊 或者這個地方去活動 那 褐色的這個地方就是 沒有飛鼠活動的這些樹 那你後來會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喔 它確實有些問題 因為有一些樹它就是怎麼樣 被砍掉了 只留下一個數學 對不對 那你看 飛鼠要從這邊飛到這邊來 對不對 太遠了有沒有 它是滑翔 它不是真的會飛對不對 所以它飛的道路太低 它就會被車子撞到 是不是 甚至還講它根本就飛得過去 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為了要維持飛鼠的動線 我很簡單 我這邊補三棵樹 它就過來了 是不是 所以動線的維護 大家不要只想到 那是地面的 有時候上面樹灌的那個動線 也很重要 所以樹要讓它大 讓它大的時候 有時候地面 我沒有辦法去處理的時候 上面來往是很密切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 要侷限於我們人的角度 就是說 我現在看著說 我馬路怎麼辦 有時候你抬過去看 哇 樹夠大 上面根本就已經變成是空中廊道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來講的話 並不是說 在這種 甚至我們現在不是講 綠屋頂啊等等之類的 其實我們如果說我們操作得很好的話 那我們融入到整個 我們講的所謂花園城市的那個概念 是非常有機會在台北市落實的 好 好 這是穿染甲 穿染甲會爬錯 好 好 這是那個靈腳銷 對不對 好 這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為什麼需要各位來參與這環境議題 而且會希望各位能夠影響到 發揮影響力 能夠讓公部門來講的話 能夠做一些調整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聲音來講的話 有很多很正規的東西就沒有了 舉例 這是本來要做一條路 那從這邊這樣一路做下去 這樣開一條路 那 很有趣 這條路找我去看的時候 那我後來就發現說 哇 不行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是貓頭鷹住的地方 好 那你路線就 就這樣子滑過去 對不對 那後來發現 十個工程師啊 十個都會這樣走 那我們不是說 到底對生態環境很好嗎 那為什麼我們的決定 常常都是對生態環境最不好的決定 原因很簡單 骨子裡雖然沒有告訴你 我們做很多角色 不要對生態環境造成最大的傷害 但是呢 我說表面 骨子裡卻隱含了這樣的基因在裡面 怎麼說 工程師在做一條路線的時候 他一定也會思考 就是說 這條路線來講的話 要施坐的難易度是怎麼樣的 旁邊都是農地 對不對 你今天要走路線 要走一條路線要過去 請問一下你走農地還是走林地 走農地你要跟農夫商量 走林地不用跟貓頭商量 是不是 所以當然他就是要從這邊走 對不對 但是你從這邊走 你可能就把這個地方周圍 最後一塊貓頭鷹的基因給破壞掉 那貓頭鷹來講的話呢 他這個地方環境會變得很好 也是有關係 我常常講說 其實很多事情不是那種偶發的 如果說我們是有所安排的話 其實我們都可以預見 或者是預防一些事情的發生 這個地方來講為什麼環境變得很好 原因是要謝謝台電 台電在那邊蓋一個電塔 是不是 電塔 電線 所以以他為原心 這一塊地是賣不掉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大家怕電磁波對不對 貓頭鷹不知道 所以他無所謂 所以這邊樹來講他就長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周邊都開發就是這一塊 但是我今天我要開發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思考疑他 對不對 但是呢 我這個地方就沒有了 所以很多的環節都是扣在一起 當我們探索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就是說 喔原來會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因為後面有什麼樣的背景 撐著這件事情 就像2022兵工廠 那是因為是軍事管事軍撐著這個地方 但是當它消失了以後 那我們就會發現 它所造成的一些問題來講的話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地點盤點出來 談完了以後 告訴公務門 你不要認為這個地方 就只是一片林地 它其實它有 它不同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 應該要比這條道路 還更加的要被我們所關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道路 但是我們已經很少的貓頭鷹 對不對 那所以後來談完了以後 那當然路線就調整過了 那甚至到最後這條路就沒有改了 三支北口公路 那當然另外來講的話就是 有一些螢火蟲對不對 碰到一些燈光的照明 就會造成一些 台北洋其實還有螢火蟲對不對 但是它就最怕這種燈光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 碰到很多的議題來講的話 是有一些是外來種引入的一些事情 那外來種來講的話造成我們很大的損失 不然是小花蟲還是紅火魚對不對 還有浮塑魚浮塑螺對不對 什麼東西叫浮塑都很麻煩 對不對 就是它就很難處理它這樣子 那有一百種的外來種 應該九十九種對我們都是有幫助 要不然我們不會引進它 但是只要有一種失控 它就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講這件事情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跟很多的工部門 或者跟很多的人在談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生態議題 它未必會發生 但是他們就會跟你講說 那它未必會發生 那我們為什麼我們要那麼關心 也請各位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它發不發生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它發生的時候 是我們無法承受的 那我們就要採取更保守的做法 舉例來講的話 如果問日本福島事件來講的話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有些事情來講的話是無法後悔的 有些事情做錯了 我後悔我把它拆掉就好了對不對 有些事情發生是你無法後悔的 那無法後悔這件事情我們要特別的小心 它可能不會發生 永遠都不會發生 但是呢 當它發生是我們無法承受之痛的時候 我就要很高的標準去處理它 所以很多人來講的話 常常講說 我們生態是不是無限上綱 其實不是 因為有一些事情是我們無法承受的 再舉例來講 不要講說動物植物 我們人就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把安全帶 為什麼要帶安全帽 五百塊的關係嗎 不是吧 對不對 請問一下有用上安全帽嗎 發生車禍真的有用上安全帽嗎 很多人都沒有 對不對 那所以今天我不戴安全帽 發生車禍的機會是多少 去淨以淋嗎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戴安全帽 為什麼 因為萬一我需要安全帽的時候 它不在我頭上 我的家人會承受 無法承受的打擊的時候 我要採取非常保守的做法 雖然這個機會基本上不太可能發生 所以呢 保障一個家庭裡面 就我們講說無法承受之痛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是可以擴大到其他的 我們在講很多的決策裡面 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絕對別人來講說 你發生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唯乎其為 但是這唯乎其為 它是不是我們能夠承受的 台灣來講的話真的不到 是不是 我們沒有地方可以跑 所以這也應用在什麼 核電的這上面 對不對 今天不是說 你這個躲安全或怎麼樣 等等之類的 但是當發生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 我們沒有後悔的條件 這時候來講的話 我們就採取最保守的做法 外野種造成我們很大的損失 對不對 我們也造成人家很大的損失 大家知道 台灣的物種 沒有你想像說那麼脆弱對不對 我一直講這件事情 對不對 人家會造成我們的麻煩 我們不會造成人家的麻煩嗎 會啊 對不對 我們造成什麼麻煩大家知道嗎 那個 大家看 不知道是國家地理片 它是Discover裡面有一集 介紹美國的白蟻 美國白蟻 它拍那個房子喔 好好的 但是被白蟻觸光了 那我也很好奇 我就去看 看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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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集就對了 然後看一看 我說哇什麼白蟻那麼厲害 然後 然後他說 每年 那個地方 花了好像十億美元 每年花十億美元 去 去處理那個白蟻的那個事情 這樣子 畫一看 我們知道那個 物種來講的話 國際就是原來學民嘛 對不對 那學民我看到後面是 弗莫薩 然後 我想說 但事實上 叫弗莫薩不是只有台灣 它其實就是 美麗小島嘛 對不對 所以我後來 我就去查它的 它的產地 確實台灣沒有錯 這是我們台灣的那個白蟻 那個故事就是這樣子 不是以前美軍在台灣嗎 對不對 他們要回家鄉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台灣的木頭 去递那個行李這樣 然後就把它的行李放在上面 然後到了美國港口的時候 他就把它的行李拿出來 就是把那個木頭 就踢到港旁邊 那裡面就有我們白蟻在那邊 我們說美國是新天地嘛 白蟻說對對對 所以大家一定沒有天地 就是在那邊造成 每次一美元的損失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外來種議題來講的話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它已經在台灣來講的話 它已經現在 逐漸變成說 它已經變成台灣 比我們災害發生 對於生態的影響更重大的問題 因為像八哥就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八哥都被 家八哥都被趕到哪裡去了 都變成保育類了 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說 有很多的問題來講的話 它其實談到是衍生效應 什麼叫衍生效應 就是我的計畫裡面 並沒有打算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它後面會造成其它衍生的效應 舉例來講的話 像這個是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案例 我有一次在桌水區去做調查的時候 然後調查到一半 我那時候以來 那很奇怪 那個水裡面的生物的那種狀況 就比以前印象差很多 我很納悶 然後我就聽到轟隆轟隆的聲音 我想說哇 山紅包發 我就帶著我那學弟妹坐往岸上衝 那越看就越奇怪 萬里屋裡 所以我會有那個轟隆 結果一看話 結果來了 那四輪喘動車 對不對 我那時候 應該二十幾輛流 就這樣呼嘯 我過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哇 難怪我什麼東西都調查不到 對不對 那魚沒有被那個 應該沒有被壓死也都被嚇死了 對不對 後來我就看那種 他們也看我也很好奇對不對 就看我們在路邊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一個媽媽抱了一個小朋友 就從那個窗戶裡面探討出來 就說 你們在幹嘛 他們就問我 我就好沒氣 我就跟他講說 我在做調查 是不是 然後我說 那你們在幹嘛 他們要下到 從這個資料下到那個佐水區的主流 我跟他講說不能去 那地方 那地方其實很漂亮 那如果我去搜尋的話 佐水區有一個地方叫做石城路 石頭的石 城池的城 那個 那看起來那個石頭就像城堡一樣 對 但是呢 那個地方很難去 因為你要走路 你不能開車 他們就是開車去 然後我剛才想說 那個地方不能去 因為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那個 沙子的那個變動非常的劇烈 很危險的一個地方 你看起來好像很安全 但是事實上是很危險的一個地方 結果他們就跟我講說 我們買這種車就是要去哪個地方 要怕我買這個車幹嘛 我就 算了 就沒轍 然後我就 就知道了 帶人家採集工具 就往岸上走 那一面走就聽到 那學弟妹在那邊抱怨 其實如果開車下來 就不用聽那麼重 對不對 然後結果我就上去了以後 然後結果剛好就是走很久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 就吃飯了在餐廳 然後就下了一場雨 然後就看到那個新聞 新聞播報嘛 對不對 就說有十幾台的四人傳統車 困在那個桌水溪主流 然後又怪手有沒有 一直一直把他拉上來 用怪手拉這樣子 然後那個也就很巧喔 結果那個記者就拍到那個媽媽 跟小朋友 然後他問了我一樣的話 你還是被幹什麼 不要說了 大家知道台灣的那個環境 那是多特別 我曾經看過一個文獻 他介紹全世界的河川的穩定性 他把全世界的河川分成四個等級 那我印象一個就是美國 比如說一個平原河川 那個河川造表超克的 那叫做最穩定的河川 那四穩定河川 他舉了一個歐洲的阿爾卑斯山西的河川 然後不穩定河川 舉了一個非洲的河川 當然有那個畫面嘛對不對 極度不穩定 他舉的是台灣做瞬息 所以大家不要太小看 我們小小的台灣來講的話 很多的經驗來講的話 在國外裡面都是大家都在學習 或者是都在參考的一個很重要的案例 我做那個調查的時候 我知道那個濁水溪主流的變動很大 所以有一次我要做那個叫做最高最低溫度的一個試驗 就是要量水溫在這一段時間 比如說一個月兩個月 這一段時間 最高的溫度跟最低溫度 是在那個range裡面 那我就把那個溫度計 因為我知道那個變動很大 把溫度計找一個老鼠樓 把溫度計關進去 然後把那個石頭塞得滿滿的 然後把那個老鼠樓 埋在那個河床下面 然後拉了一條童軍繩擋在樹上 我想說總話無一絲了對不對 然後結果我後來就隔了一陣子 兩三個月過去 我看到我差點傻掉 那已經那個河床已經不是我認知的那個河床 那我就想說 慘了 我要趕快去找我的實驗 對不對 到處去找都找不到 結果後來有一個學弟就找到了 他說現在找到了 我就很高興過去 但是很遺憾的 真的找到了 只是那時候已經不是在測水溫 在測氣溫了 那個溫度計距離有水的地方 7公尺 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所以這只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 在台灣其實 像現在來講的話 像今天下午 我去那個水會所去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在台灣做任何的水利工程 你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他真的是隨時都會被抽取 所以你拿國外經驗放到台灣來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甚至來講的話 包括最有名的是他們的黃金蹄房 黃金蹄房是那個基奇男輪焰下面的蹄房 那蹄房破掉 然後我們後來就一起去看那個蹄房 然後看那個蹄房 他們就 就聽到他們一個前輩 就來講 啊 這個走水溫這樣子下來 然後呢 右邊是很重要 它是那個水受賣療的 所以不能夠斷 所以號稱黃金蹄房 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叫做固若金湯 不能換 另外一個叫做造價昂貴 就是黃金蹄房 對不對 就破掉 然後他們就在監討 監討完以後 他們有一個前輩就講了一句話 就說 啊 原因是因為蹄房做得太堅固了 欸我在旁邊我就聽 這是什麼意思 原因是什麼 他這邊黃金蹄房 這邊也是黃金蹄房 兩邊的黃金蹄房 以示公平 對不對 但是這邊要保護是重要的水管 這邊旁邊是一片的農地 但是呢 讓水沖下來的時候 是先沖這一邊 原來先沖這一邊 結果這邊黃金蹄房沒有沖破 所以反彈 沖這一邊 這邊沖破 也就是說 當初如果我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不要做那麼堅固的話 我淹的是農地 我就保障了它 但是因為我這杯鬥得太堅固 所以呢 反彈回去 反而把我很重要的東西給摧毀掉 所以 大家也不要太相信說 公務部門跟你講 安全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是真的安全 就是未必 他們有很多的思考點來講的話 未必是如此 所以 那時候跟他們講就是說 所以呢 如果當初這個地方是弱化的 就沒事了 所以 在生態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也開始就是 開始有一些東西就是說 你不是什麼東西都是硬碰硬 有一些東西來講的話 都有有一些所謂保險式的概念 保險式的概念 在我們現在工程的系統裡面 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這也是 就是接下來慢慢要去談的事情 那像這也是一樣 如果 這邊是 本來是沒事 但是就是有人去修了一條施工便道 要做工程做施工便道 那做施工便道了以後呢 然後結果後來 這個施工便道這車子就下去了 然後呢 開始有一些 那施工便道有一些怪手啊等等這些 然後就有一些爛 爛和爛罰罪在這個地方發生 那我們要不要去怪罪那個施工便道 很難 因為施工便道這東西不是它的本意 但是它卻造成這樣的衍生影響 但是台灣的公共本就很討厭 就是說它常常把很多事情切開來看 這個施工便道是我的 我只處理我的事情 這些東西來講不是我的 所以我不管 但是環境它有一個叫做一次性 環境被毀掉一次就毀掉了 所以你後面你要把它復原 其實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這剛剛也跟大家看到了 這是國外他們的排行座的樣子 不是我們看的那個三面光的那個勾群 對不對 這是國內 大家不要小看 這樣的小小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旁邊就是馬路 對不對 這就有四種保護院在裡面 好 台灣要做生態富裕 其實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 這大概看過了 好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來講 就是說不管是不是步道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我們在做一個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融合到這個環境裡面去 而不是怎麼樣 而不是去把我想做的事情 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其實很重要的第一個來講 所以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要知道我對既有的這個環境 會不會有影響 就好像在這個我們一日生活圈裡面 所發生的事情對我都會造成影響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關係 那一樣我今天我進到人家的生活圈裡面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會不會對別人造成影響 那盡量把這些負面的影響 盡量把它降到最低 不要說完全沒有影響 那問題是我怎麼知道 所以這東西也變成說 你在做探索 或者在做觀察的時候 你就要看到這些事情 比如說我就要先知道 有哪些稀有跟重要的空間要優先迴避 曹正我們那個 後面會有 你們會講那個 北四溪的那些調查 跟一些迴避的那些事情嗎 看明確的科 看明確的科 OK 像我們在步道的時候 我們做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旁邊 我們有看到一些藤 很大的一些藤 或者一些稀有的植物 那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要優先把它迴避 稀有更重要的空間要優先迴避 什麼叫稀有更重要的空間 就好像我今天 小朋友要回家 在比如念大學要回家 對不對 暑假 帶了很多的心理回來 哇 三老星沒有地方堆對不對 是不是 那怎麼辦 那我就看 我們家有三間廁所 對不對 乾脆你挪回一間出來 堆他的東西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代表什麼 那三間廁所 對不對 所以那一間 犧牲掉來講的話 他就不是稀有的空間 對不對 如果家裡只有一間廁所 怎麼樣又不會拿來堆 對不對 所以稀有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在這個空間裡面來講的話 他是很罕見的 他可能是個皮塘 他可能是一個草原 不管怎麼樣 他跟周邊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特殊環境 我們要特別把它留下來 或者一個河川裡面 如果他的坦很少 那這個深坦就要留下來 如果說他是那種就是 流很少 那我們就要把流留下來 等等之類的 那另外來講 什麼叫做重要的空間 剛才講的是稀有 因為重要 重要的空間就是 就是小朋友那個行李 要堆對不對 課法 比較少人去用 對不對 他一半就堆課法 是不是 但是你絕對不會把它丟到主臥 你不會丟到廚房 對不對 你不會丟到唯一的廁所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叫做重要的空間 環境裡面也是一樣 有一些空間來講的話 他就是比較重要 他會變成是有很多物種的集會所 之類這樣的情形 很多物種會比較集中在那個地方 那這些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就希望他能夠留下來 我們盡量不要去干擾他 維持他既有的運作的功能 這是一個操作方式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 我們在做很多的規劃的時候 常常都會想要做多功能 但是台灣來講的話 以前會比較這樣子講 我今天下午也是一樣 對水龜蘿他們上課的時候 我說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有看過宮崎駿電影的舉手 這次就很多人舉手了 然後我說 有看過龍貓嗎 大部分人都有看過龍貓 有看過我身影少女 就比較少一點 因為身影少女是比較後面的 這些爸爸媽媽都長大就沒有再看卡通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但是還是很多人都舉手 那後來我就跟他們講說 身影少女裡面 那白龍叫什麼名字 大家知道我在講 有看過身影少女的舉手 所以大家知道白龍是誰吧 對不對 男主角他算男主角嗎 那算男主角對不對 白龍他是什麼什麼和神對不對 但是他受到巫婆的影響 是不是 所以他忘記了他的名字 所以後來他才想起他的名字 他就離開巫婆找我 對阿 故事的情節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就看到很多人看了那些東西 他們就一直點頭 對不對 我說對阿 你們把台灣所有的和川 那麼美麗的名字 都把它變成什麼大牌 什麼牌水 什麼牌水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不是他本來的名字 他怎麼會剩下牌水這個功能 是不是 一條和川 他應該是玉玉生命 對不對 他怎麼只剩下牌水 他們有一些人 我覺得 他們是 有些人有聽進去 對不對 說 跟我講說 這是幾知己 都是全變數字化的那種 對不對 我說 你光是這樣子把它命名 你就可以思考 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看待這個和川 怎麼樣去看待這個環境